那时候耶稣进了圣殿的庭院 开始把做买卖的人赶出去 对他们说 经上记载 我的殿与因事乞讨之所 而你们竟把它做了贼窝 耶稣每天在圣殿里施教 施记长及经师并人们的首领 设法要除掉他 但是寻不出什么办法 因为群众百姓都倾听他